大家好,这里是人奏人喜剧万事屋 我是久安 那今天是我第一次卢发开词了 那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一个白天在法律事务所工作的法律写手 晚上是脱口秀仔 那我平常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是看起来蛮凶的啦 但是在Podcast里面希望可以展现我私底下莫名其妙的一面 那我平常呢 这个Podcast想要做的东西是 先这样说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意识到底》 那这是一个日本的电影哦 它电影里面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一个拍得很烂 很B级片的僵尸片 可是它的第二部分就是在讲这个僵尸片是怎么拍得出来的 那这个拍摄的部分里面 那这个拍摄的部分里面 就会看到一些电影里面 除了演员以外 那还有一些导演啊 还有摄影师配音人员 道具制作组 那我看了那一部分 我其实觉得那些幕后的人 他们专心的制作 像那些摄影师 还有道具制作组 即使他们没有在荧幕前面发光发亮 可是他们幕后很认真在制作的样子 我觉得那是很美的 我看了很喜欢 所以我做这个Podcast的想法 一部分也是我想要多去呈现一些喜剧表演 在台下的那些准备啊 还有制作方面的事情 还有喜剧演员在台下呈现的比较正常吗 或是他们更内心的一些想法 那第一集嘛 我其实就先来讲讲自己了 那我现在录音的地方是在卡米蒂 然后 而且医生跟妖妖在旁边排练 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细微的尖叫 啊 那是他们在排练啊 但 这个就是演员很真实的一面 好 他们在尖叫 他在说不要 他谁要 好 不管他不管他 那 先来聊 为什么我开始做Podcast好了 一开始会想做Podcast呢 是 大概在 11月底的时候 就 有 有办脱口秀比赛 那我出赛 我很认真在练习喔 在准备的 那结果我出赛就没过嘛 我就输了 输了干打击超大的 我比完是哭喔 那种 成绩一出来 我就痛哭流涕 然后一大堆演员啊 评审啊 主持人就跑来安慰我 啊 说久安啊 怡苏之汗 撒小的 然后 干我就是 干那天当然是非常的难过 然后后来其他的演员呢 他们就 有 比较熟的演员 像是我们团的 班尼啊 康普脸 还有当天也有来看比赛的 像是 阿顺顺 还有阿坦叔叔阿来福 那我们就一起去吃热草 那想说可能 啊 安慰久安 那吃热草的时候 班尼就问我说 欸久安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做自己的自媒体 欸 那时候我就傻掉 那想说干 我开始思考哦 开始做自媒体这件事情的可行性 但我后来发现 这是很有建设性的一个建议啊 因为我自己的表演风格跟段子内容 是属于 新山社啊 地狱梗 这样很重口味 很哈扣的风格 但是在那天脱口秀大赛的时候 我有很明显的感受到 其实不是每一个观众 都可以接受 听这么哈扣的东西 那我可以 我一直很喜欢举一个例子说 像脱口秀演员就好像是餐厅的厨师 那有些人就是 比较擅长做甜点啊 有些人擅长青州小菜 那我这种讲很重口味的 就像是麻辣锅 那我就很努力 想要准备超棒的麻辣锅给大家吃 但是有一些观众 他就不吃辣嘛 而且对于那种不吃辣的人 不管你自己的辣的料理做的再好吃 他一定不买单 而且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所以也许对脱口秀演员来说 要怎么样子去挑到适合自己的客群 反而是更重要的一个题目吧 所以我想做Podcast 但是一部分原因也是这样子 也许可以透过广播去找到 真的很适合我的客群 那这样子 我以后不用再参加比赛这样子 皆大欢喜哦 然后另一个想法是说 我自己的台下的真正的个性 其实是跟台上完全相反 我台上可能很张牙舞爪很外放 可是我私底下的个性是非常内向害羞 甚至还蛮自卑的人 那所以讲认真一点 我在做脱口秀以前 我有两年的时间是几乎不跟人类讲话了 就是除了非必要的状态 我就尽量不跟人讲话 非必要的状态 比方说可能在公司要跟同事或者客户讲话 或者是外面吃饭的时候 你一定要跟店员点菜 那除了这种情况以外 我是不跟人讲话的 因为就是那么内向害羞 所以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要跟观众互动的时候 我就会怒到 我那时候在台上就会觉得 干! 观众要跟观众讲话 干!很不舒服 我没有办法 但我觉得Podcast是一个很好的修炼 也许因为可以透过访谈 跟一些别的人聊天 也许可以慢慢地改变 我不敢跟人类讲话的毛病 然后我最后一个想法是说 像我这种 就是还没有什么名声 就很不红的演员 那我们的演出 真的要能推广给观众的管道 其实是靠08卡好笑 他们来录影 然后录影之后 剪辑成影片 放到他们的YouTube频道上 但是现在有一个状况就是说 08并不是会把每一个人的表演场次都录影 而且就算录影了 会不会上架也很难说 那我自己是很不喜欢这种很被动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掌控自己的作品 能不能传达出去的这种感觉 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够靠自己 靠自己最棒的 你不用受控于人 那这也是我做Podcast的最后一个想法 好第一部分就讲到这里 那接下来来聊另一个话题 就是之前我参加的火烤大赛 也就是在二三举办 然后近视制作人的那一场火烤大赛 其实我不知道这到底算第几届的火烤大赛 严格说起来以台湾有历史做火烤大赛 这个类型的表演算起来的话 它应该算是第四届 第一届是很久以前在卡米迪办过一次 然后在旧的二三办过一次 然后现在到新的二三办过两次 那我参加的是最新的那一次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那一开始我收到静的邀请 是在卡米迪中秋烤肉大会那一天 那个烤肉大会那天 我就收到静传来的简讯 他就说久安要不要参加火烤大会啊 然后他说他是制作人 干我那时候挫到 因为那个时间就是 刮吉火烤大会之后过一阵子 然后那时候刮吉的火烤大会 就让一大堆很优秀的前辈 脱口秀演员都纷纷的那种名气大胜 然后那场秀又非常的好看 所以以我这种默默无闻的人来讲说 我会觉得有上刮吉火烤那些人 都是遥不可及的 已经在脱口秀做出一番天地的大明星 所以现在有的那种已经变成大明星了 来邀请我去参加他要做的火烤大赛 我心里觉得哇干 好像一定要参加 可是心里又很惶恐 因为我没有写过火烤 所以当天那非常焦虑 大家知道脱口秀演员在表演前 干永远都是焦虑的 那种恐慌感压力超级巨大 会把你压爆 所以我在面对这种没有接触过的表演形态 而且我又觉得看起来感觉会搞得很盛大嘛 这种心里就在天冷交战 就觉得我能做到吗 我该做吗 另一方面又觉得哇有这么好的机会 不接是傻子哦 我那天在卡米迪考诺的时候 我整个人焦虑不得了 一直在绕圈圈 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 然后一直跟别人讨论说 到底要不要 然后讨论聊一聊 发现来福也结了这样子 发现还蛮多 甚至也不是很资深的脱口秀演员 都有被邀请 这时候我心里有点安心 就觉得也许这一场 可能大家都是找一些 不是冲到一线的脱口秀演员 那可能是俊会想要给一些 比较没有名声 然后之前一点的脱口秀演员一个 发光发热的舞台 那我心里就觉得 诶 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也许我可以做 那总之我就接了 那在中间的准备过程的时候 我真的发现 竟是我遇过有史以来 最认真的制作人 我必须要强调最认真 我先强调一下 先讲解一下 什么叫做制作人这个位置 就我们脱口秀演员 在接到一档秀的时候 一定有个制作人 那这个制作人 平常可能是social啊 或是以我们寻校堂来讲的话 可能是班尼 那制作人的 工作普遍上来说 你就是要把这个秀的行政 宣传 场地 票价 这些杂物全部一手搞定 然后 这行政方面的东西是这样子 那除了行政方面以外呢 也要去顾及到这个表演的内容 比方说演员的段子啊 演员在舞台上面呈现啊 做的怎么样 也就是说制作人 可以算是一个终极的打杂 还包括表演内容的教练 可以这样想 那平常我们在表演 comedy的节目的时候 以social当制作人的状态来讲 那social当然是一手包办 把那些行政啊 宣传场地 全部都搞好 因为他老板嘛 所以他做这个也做了十几年了 他驾轻就熟 但是除此之外 social就不太会在表演内容 给我们建议 他比较那种放羊吃草 大家就是 像是一个很自由的状态 自己生长 然后他不太会去管说 在内容或方向要给什么建议 可是Jim他真的是 我觉得做到极致 他内容 段子内容 怎么写火烤 他都给了落落长的建议 他好像写那种 电动攻略一样 在大家的火烤圈处里面 写了一篇一篇又一篇的教学 我看了觉得 哇 这个人 看超认真的 那除了火烤的教学以外 他也是 就是 算是很nice的 跟大家说 有问题的话 马上跟他反映 那他会以制作人的身份 来想尽办法 帮你解决 那表演内容 他真的是 我觉得他给了大家 非常好的建议跟方向 那表演内容以外 他也是去把制作面 比方说当天的活动流程 他写一个超级详尽的run down 然后表演的每个回合要几分钟 然后预留几分钟的额外时间 这样才能把活动控制在 9点半以前完成 这个run down做的超详细 我觉得天哪 第一次看到那么严谨的 那除此之外 他还找了很多 应该是用了SATA的资源 找了6台摄影机 然后在里面 6台摄影机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阵仗 把那个表演当天 各个你觉得好的取景 比方说拍舞台 可能左 左中右各一集 然后还有一台也许是拍摄 那个评审 那另外两台也许是拍摄 其他随机可能出现的画面 比方说拍观众啊之类的东西 那总觉得这非常大的阵仗 那还有他也请了专门的摄影师 来拍摄场上的那种漂亮的画面 那还有他也是想了很多 要怎么样让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看 所以他也找人来拍场片花絮 总之以制作人的层面来讲 虽然我的经验不算多啦 我才做两年而已 可是他已经是我这两年以来 遇过最尽心尽力 而且真的是干 每一个细节他都是非常的care 非常的做到他想象中要的节目 的方向去推 但是即使是他这么尽心尽力 那大家也知道嘛 这个这一次的火烤结束之后 然后网络上还是有人 富贫算是不少 说实在的富贫算是不少 但其实我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其实最大最大会造成这些富贫的问题 其实讲现实一点就是票价有点贵啦 干 票价1200耶 我记得瓜吉那一场 瓜吉火烤那一场 那个卡斯绝对是无敌 就是台面上一线的脱口秀演员全上了 瓜吉那一场应该是好像是1500上下 可是卡斯无敌 那我们这一场1200 可是讲真的就是找一些名为经传的小朋友 然后在一个只能装个150人的场地 那个规格你会觉得 诶 这样子卖1200好像有点不妙 那反观上一次办在23的火烤 票价好像七八百 就会让你觉得还可以 蛮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票价太高 然后给观众很高的期望值 那也许不要那么多期望值的话 也许你卖1200的 然后送一个饮料 就先灌观众一杯啤酒啊 或是一个shot 让观众放松的时候 你真的要讲什么都很容易让他们变得开心 那火烤大会另外一个我这是觉得 比较有问题的点 嗯 其实我觉得 先不论准备不准备好了 因为我自己是认为 我们演员私底下都有 大家 嗯 比较熟的人 大家都有互相很积极的聊天 来讨论说 啊 要怎么写 要怎么考别人之类的 该怎么准备 那这些该做的事前准备 我相信每个演员都是尽量去做的 因为讲真的啦 大家都知道 干 金那么有名 他办了这个秀 那一定很多仰慕金的 这些小粉丝啊 跑去看 那我们能砸掉这块招牌吗 干 不能啊 妈的 一定是拼命他妈准备啊 对我来说是拼命准备啊 我觉得 妈的 难得有这个舞台可以上 我还去砸掉 那我们不是打自己脸 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选角 就是这一次的演员 八个火烤演员里面 讲真的 大家都是 呃 不知道怎么说 很多人都是 其实你看到他们 你会觉得 这个人有什么好骂的 他就形象很好啊 他就人很好啊 他就很peace嘛 讲真的 他也不是一个什么 恶名昭彰的人的话 你真的想不到什么骂点 我觉得这边可以举个例子来说 就比方我们拿国外的脱口秀演员来举例好了 好 假设今天有两个人要火烤 一个是路易CK 然后另外一个人是Alan De Janis 那这两个人 假设我要写他们两个的火烤 那我一定觉得 看路易CK超好写嘛 他一生的缺点 他性丑闻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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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一边 Alan De Janis 干 性相超好 就一个很政治正确 很nice 然后很温和有理的人 干 这怎么写 很难写嘛 所以我们这次火烤的状态 有点像是 我觉得这次的演员 至少有四到五个 是有点像Alan De Janis那样子 就很peace 很nice啊 可爱 无害的人 这种人真他妈难写 我自己在写这 其他七个演员的火烤的时候 我都有感受到这件事情 真的有几个人是非常好写 比方说大可爱跟莱福 干 超好写 因为也不是说他们的 做了什么坏事 是因为就是 比方说形象啊 比方说大可爱 你只要光是讲他胖 这样就还蛮好写的嘛 那可能莱福就骂他 小孩子 小屁孩这种 往这个方向写 就还蛮好写的 可是像瑞瑞这种 就是很政治正确 而且他人的形象也很好 他平常跟大家相处都还蛮 温和友善的 你会觉得 哇 超难写 根本想不到要怎么骂他 他人太好了 遇上这种时候 就会觉得 嗯 火烤喔 真的 一开始选角的时候 也许只要先选一些很好骂的人来 你就会觉得 哦 很好写 举例来说 上一次的火烤 还蛮多都是很有特色 很容易骂的人 比如说妖妖啊 马克 吐斯 俊 这种 都很有特色 你往他们的特色去写 就会觉得好好写喔 或是呱吉火烤那一次 哇 都超有特色 而且特色是要放在有缺点的那一种层面上 就会觉得 哦 干 这也蛮好写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火烤 讲证最大问题一个是票价太高 另一个问题就是 挑的演员人都很nice 不太好写 那所以才变成说 哇 那天场面变得 大家有点不知道怎么骂 其实就是因为大家的人格防御力太高了 高到那个火烤 攻击的点 灌不穿他们的防御力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但不 这种事情 很多时候是你表演完 你才会发现 哇 原来还有这个道理 你在真的 真的去表演当天 你是 没有办法先去预想到有这种事情的 但我觉得喜剧 有些现场喜剧真的是这个样子 自己事先预想的 预想的情境 它如果在表演当天 能够 或者open night当天 能够实现的百分之七八十 都算了不起 很多时候是 现场发生的事情 你完全没有办法预料到 必须要发生过一次 然后自己事后检讨 你才会从中得到经验 然后比赛的过程中 我有一些蛮有趣的体验 就我的第一站对手是大可爱 那我们两个都是很文本型的人 都是在讲自己做好的文本 我是一个完全依靠文本作战人 其实我没有什么急性应变的能力 那那一场 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对战的 那个成绩 那反正我赢了啦 那其实就是因为 我觉得这个跟大家平常的表演风格 也蛮相关的 因为我表演风格其实说实在 有点张牙舞爪 可是大可爱的风格 它也是自嘲 它不太会很火爆去攻击别人 所以单纯比表演风格的时候 会觉得我那个攻击性 是可以攻破 是有点克制大可爱的风格 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我赢 可能是因为我在台上 那个张牙舞爪的样子有出来 就别人会觉得 久安就真的来火烤的哦 真的来火烤的就赢了 那结果在第二战对手的时候 就发现 我有点被对手克 那因为火烤的影片还没出来 所以我觉得 好像不太方便跟大家讲是谁 但我真的是被他克 然后再来是因为 我的急性的内蒜非常非常长 我不太能做文本以外的事情 所以到了第二战 对手是非常灵活的人的时候 哎 干我有点被他压着打 那对手可以用 场上观众那些气氛跟情绪 跟一些很有趣的表演 来克制我这个只有文本的人的时候 那比到最后我也觉得干我一定输 我一定输 那不过最后我到了击败赛的时候 就又可以发挥这种 击败赛就不是对战嘛 就大家 会有一段时间 三分钟时间把自己写好的文本 全部讲出来 就变成我的文本我又可以发挥了 我也不用去管什么场上的应变 我就顺顺的讲完 那最后击败赛 我的后来表现的成绩是不错的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 很满意很满意 那不管 也许别人觉得不好看吗 什么的 也许观众觉得 有点辣差 但我自己觉得 我想做的东西我有做到 而且我也收获了蛮多很好的经验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一次很棒 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啊 虽然可能观众有点 嗯 有一些观众也许玩的不开心 但其实我们都希望他玩的开心 但总之是学一个经验 下一次 从这个经验来 去改善的话 我相信下一阶火烤 会觉得更好看 那其实也不用等到下一阶火烤啦 那因为卡米利这边 麦可六块钱跟大雕博士 他们另外办了一个 这几年不红的脱口秀演员的火烤大会 这名字真的有够靠北 但他们找的来真的很不红 然后他们也找我去担任这一场 不红的火烤的段子教练 那我就把我这一次从 进的火烤得到的经验啊 全部交给他们 那我认为他们是有吸收到 因为 麦可这一次找到的 演员 干就真的很好烤 你看就觉得 干这些人欠骂 随便想都想得到一大堆骂他们的点 而且他们票价才四百块 所以我相信不红的火烤 应该会蛮好玩的 可能不是什么很严谨很大制作 但是我很期待他会像B级片 就很恶搞啊 那种 莫名其妙的东西一直出现 然后很胡作非为胡闹 很旁客的这种秀 那我就会觉得这种火烤 应该超有趣的 有一堆很欠骂的人在搞一些 很旁客大家预想不到 乱七八糟的事情 干这种东西超好看的啦 好那我的第一集就录到这里了 耶 我成功录完一集了我做得到 耶 好那就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